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上 民眾對陳時中部長帶領的防疫指揮中心評分 上個月70分 這個月下滑到59分 請問部長怎麼看 認為現在中央防疫分數給自己打幾分呢 另外有2歲以下的入境幼童需要做PCR才能解隔 但快篩陰性的家長們 還是必須陪同前往高風險的醫院 這問題是不是出在 快篩世紀訪單有2歲以上的限制 請問部長 這些特殊的少數族群怎麼辦 羅夫 你聽清楚的問題嗎 要不要給他回答一下 對 目前雖然說這個境外入個案少入境人數 也沒有像春節後那麼多 不過確實還是很少會遇到這個2歲的小朋友 2歲以下小朋友 因為目前來講 他並沒有合適這個使用的快篩世紀 所以目前我們的規定是說 在他居家檢疫期滿前 還是要去做這個 採檢 那用PCR來採檢 那我想就是說這個也是為了保障就是說 小朋友本身的這個健康 因為他需要做採檢才會知道說 是不是有染疫 那家長陪同當然是因為這是小朋友的關係 我想應該是我們盡量在這個動線 還有安排上面來做一些區隔 那現在來講就是說 入境當然陽性率沒有像之前那麼高 所以可能入境陪同的家長會覺得我們的 採檢站或者是做採檢的地方 也許有很多這個快篩陽性的 民眾會在那邊也在排隊 是覺得說自己可能有染疫的風險提高 那我們會就這個部分再來討論 就是說怎麼樣能夠降低一些這個 交叉染疫的這種情形 讓這個區隔能夠做出來 但是就這個本身用快篩來代替PCR 在2歲以下小朋友來採檢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在他的這個精確度上 還是有一些異議 所以目前還沒有辦法就是說 完全開放就是說用這個快篩的方式 來取代PCR 種在這個2歲以下的小朋友 執行上事實際上也不是很容易 至於在民調當然有高高低低了 那既然是59分 我只能說我們只能努力再努力